我们的网台工作室 已经开启了IG帐户 想收看最新的突发内容 新闻评论和节目资讯 即刻follow 我始终觉得在 很没希望的环境下 你都不能够放下希望的两个字 2019年 香港人经历的是抗争 2020年 香港人面对疫情 国安法 之后很多香港人开始移民 流散各地 搬屋 搬钱 搬人 香港人开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 都可能再不是我们以前的香港 不过香港人从来都是生存游戏的专家 看看最后是谁想 妈妈说 家人在哪 哪里就是家 那我会想说 不用分什么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说香港人的声音 那就是香港人的网台 我是Kelvin 你收睇的是 CC新闻 FB 赞成本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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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新闻? 我们今天要讲序文字 今天又打破了你之前的担忧 今天的新闻多度 我基本上只看序文字都看不完 基本上是 我们今天决定阻止了序文字 我们今天在找新闻的时候 决定后天才报序文字 你每天都这样做出来 我怎么总结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出了四集 这两天 所以就不讲序文字 那说一下什么 中国经济 你突然很政治正确 中国经济不讲序文字 你当了序文字是中国的 不是exclusive的 我说不讲序文字 中国经济有什么序文字 你太敏感了 太敏感了 没有没有 序文字是中国的 序文字是街 两岸一家镇 谁知道序文字 很多东西都属于中国 今天我们先讲一宗新闻 其实那宗新闻 我觉得先来一宗简单的 是和一些晶片有关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讲到 这个无端端在内地有一间公司 被语为这个 辉达的中国版 中国辉达 市值高达676亿 这个台币 所以用回港币 就应该大概百多亿 是 人制百多亿 中国辉达 一夜之间倒闭 四百员工就地解散 那家的名字就叫做 像帝先 我们说了很久 我都想了很久 究竟他叫像帝 还是像帝先 但是我看回整部网站 是的 究竟像帝还是像帝先 我只想请教Jacky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特意解释出他的东西 我只想一看他填整个新闻 你把这个先字放在这里 你不知道怎么解释 譬如说 像帝先经全解散 你以为他是像帝 first 叫经全解散 是的 这些改名的名字很吵架 有先字 然后呢 其实是 没有 其实他原来就是说 像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出自这个老子第四窗 不不知谁之子 像帝之先 像帝的意思就是解老子 像帝先就是解道 所以就是the way 像帝是解老子吗 是的 天帝的意思 是吗 那么奇怪 我不知道 你说老子 我们又想起我们和博士做的金句 无谓意志 你死你死 你死你死 不理解 像帝 我想起立不小心也就是像帝 但是我觉得 第一件事 真的离谱 你 为什么会中国辉达呢 第一件事 辉达是你的 辉达本身是中国的 是中国 黄阳分离 不知道是山东还是陝西 对不对 辉达是你的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算了 你当是另一个版本 你也不要找辉达 你真是笑不笑死人 你跟人说 我们是中国辉达 我们倒閉 大家很害怕 怎么办 中国辉达 NVIDIA 市值三万亿美金 如果倒閉就糟糕了 走了四百人 四百人 不要生病 别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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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閉也不止四百人 四百人说中国辉达 这真是太过分了 拼迫要拼迫 但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就是无耻 我觉得这个就是 坐井观天了 可以说一下这间公司 是很厉害的 人家好像是2020年才开 首轮投资 做GPU 其实跟辉达是有得争的 然后2024年的时候 还是2023年 就做B轮投资 其实开了不太久 你当它开了四年左右 如果你计算A轮投资之后 是开两年 但是劲的劲在什么呢 就是吸引很大 一下子就被人泵了百多亿 下去 而且是说明 是GPU独国兽 上了中国媒体报纸 说明 重庆现在做GPU 中国现在做芯片 这一个就是其中一个 出来的下游 product 就是GPU 所以它破产倒是很大事的 有多大事 重庆 重庆有多酸辣粉 整个东西 其实都很template式 就是这些 我一看下去就像以前那些 现在走了不怕说 我都没有申请过 不怕得罪人 那些什么科技券 我得罪很多人 以前不是有个计划 科学员 然后找些人去写些东西 几个笔 然后就说 你那是创科的东西 给你十匹 二十匹 对于某些小公司来说 也是重要 当然最后研究出什么 就是后话 但这个就是大版本 整个背景 我们之前也报道过 中国不是建立了一个 大基金3.0 我觉得是关于那些事情 大基金是什么意思 一开始就是高瞻远足的 中共领导 中国领导人 就经意知道 美帝是会封锁他们的晶片 因为实际太妒忌 以及太惧怕 这个龙的传人 所以就封锁 所以一定要自己搞 自己晶片自己做 所以就整个基金出来 要国家扶持 很成功 我认为几年间都应该都贪了 不是贪了 是投资了 是的 OK 投资了 然后就 龙岩大佬 国家给你研发晶片 全部都被揭穿了 所以大基金的一系列人物 那些基金经理 副基金经理 全部都被抓 好了 这是Version 1 Version 2 再来 没办法 因为晶片实际太重要 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什么 紫光 看心 那些 穿洞的情况 也越来越 越来越 更上一层楼 第二回合 还未够 还要做个3.0 因为没办法 你真的要自己搞晶片 而有些人很配合你 譬如有个华为对方 有得搞 之前那些 不是我搞的 就不行 我搞就不同 你看 整个尾60 连Raymondo 都做这个代言人 是不是有料到 他给了一幅poster Raymondo 推介尾60 这样 又你这个 上有好者 你要搞 就全部一起搞 全部一起假扮搞 你又搞 我又搞 第一件事 我认为钱是那里来的 第二件事 整个格式都相似 不知无厘头 哪里有个研发中心 跟着有些什么中国什么什么权威研究院 那些人牵头 一定是这样的 这次这个 而且一定有A轮B轮投资 不会全部政府赚的 我们有些private equity 下了部分 一定有的 就是等你政府那块 一定有的 A轮有B轮有C轮 这个叫做中国科学家计算技术研究所博士生的导师 他也曾经担任农心项目 农心 农心 心哪个心 不是 就是这样的心 很厉害 在城市论坛看到他 农心 很古代 农心上一次出电 好像打拳 农心 是 农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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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培生 有个游戏 他搞个超霸杯 还是超霸杯 不知道什么 农心还有流马车 是的 我覺得是的 我們不要說廢話 還有講這些我們會講很久 我們講一個龍心 龍心一聽就真厲害 還有什麼呢 你看標題都厲害了 海剛資訊總經理兼首席科學家 中科的儲光技術長 先後領導龍心一號二號的CPU海剛系列 取得高端晶片的成功項目 接著這個漲地線路 推出天均一號和天均二號兩款CPU 我想說你講完之後 沒有人知道它的規格是什麼 只知道它的名字很厲害 龍宮 天芯 一號二號 長江七號 這些名字好像台灣 各位朋友如果你來台灣的話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就是大廈的名字很厲害 例如國王傳奇那些 有些叫國王傳奇 你住在哪裡 我住國王傳奇 很厲害的國王名字很厲害 有些像這樣 但國王傳奇外表看起來很有型 而且可以住的 這顆天均晶片都不知道哪個用 我不是說不能用的 沒有什麼人用 用得的 可能你放下桌底 裝飾等等 還有些東西 結果那些錢都消掉了 那就解散了 你講 我覺得有趣的是什麼 如果你說要錢都消掉 解散它是有趣的 它不是錢都消掉那麼簡單 它是中間做了一個B輪項目的投資 做了一個協議 那個協議是跟投資方的一些對賭協議 意思是什麼 你要撕到某些目標 不撕的話 我不會派錢 那結論是什麼 我不撕啊 不派錢啊 沒有錢啊 那就可以了 沒有了 那就可以解決了所有事情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問這件事 就是A輪的時候 那些私人公司當然下了拍 然後當然是 你看回那個時間線 它是2020開 然後2024年結束 這三年一定是有拿過政府分析的 那好了 政府分析就下了 現在對賭協議輸了 然後被對方告要關閉的話 第一個問題就是問 那政府的求求去了哪裏 用了 政府的求求去了 當然是 即是輸了 其實意思是輸了 是輸了 是輸了 那你研發掉錢的 是不是 研發不了也沒辦法 他不想的 是不是 誰不想做李嘉誠 誰不想研發出一個black rail出來 是不是 那沒辦法 就沒辦法 就盡力了 百五億 你現在這麼多輪錢下去 我不知道A輪的收不收回 百五億而已 百五億就是多少美金 百五億 二十億美金都沒有 是不是 這樣也行 政府也可能 至少政府也下了三分一 都一半 台積電一年也扔三百億出來 你叫得自己中國揮彈 你不是中國先彈 你中國揮彈 是不是 拿了幾十億搞不成 我想說 其實我們都幾久之前 都不是很久之前 我們一集提及過 中國的偉大創業版 全部都是很亮麗 有點像我後面的圖 不過上下倒轉 我講過 它穩定 不是亮麗 它是穩定 穩定地跳樓 跳樓率也很穩定 你都說得對 我們之前講過 中國很多的經濟金融模式 都是百家之所長 不要說你抄 但主要都是美國 美國可以的 我只要跟 有一段時間 疫情期間 那些科網股不是炒到飛機 你炒SARS 我又炒SARS 你炒元宇宙 我又炒元宇宙 你炒視頻股 我又炒視頻股 沒問題的 大家開心 何況中間有些華爾街 都是那些人 到後期 你發覺中國開始 創科那邊 全部都死了 這是有好幾個原因 主要是科技和資金 兩大原因很重要 譬如Nesdaq 它有很多初創基金 其實都是銷錢的 不過稍微炒 它燒到有一間是得了 那一間就爆出來 譬如你當作是開放AI 那一間就爆了一間 整個AI大動作 中國都是想玩你 以前都有的 突然爆一些所謂獨角獸 一閘之一 這個就是 帝長先 不就是帝長先 都是獨角獸 還有很多五道口北京 大量所謂的呼化器和獨角獸 我那次走過北京呼化器 走到洞洞流都叫自己做呼化器 你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看異形 那些呼化器 呼什麼鬼化器 地產項目 整個都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 夾著那裡 就有幾個五道口的位置 然後就做幾棟樓出來 就稱呼自己呼化器 其中一個特色是什麼呢 一定要有個位置可以用來打機 全部都是落地玻璃 所以大家說 我們很輕鬆的 是Hot Desk這樣 坐豆袋 坐豆袋 就是一個呼化器 豆袋是什麼 豆袋的關鍵 這個很細緻 很細緻 你看到全部坐豆袋 就是呼化器 很輕鬆的 坐豆袋 沒錯 跟得很足 這方面就OK 但到最後 整個呼化器都沒有人 但現在簡直都沒有人說 北京的新五版 還是新三版都沒有人來 所以現在是一股快樂 沒錯 他連主版都收到皮革 我告訴你 五版三版 主版又來過二千八 那天首位 我就希望頂住 否則不清 我也擔心下集要講他的附文 否則不好 不會 不會 他又反探 但我們有一個最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在中國科技業 就是我們過往九十年代 去到二千、二千一零的時候 中國科技製造是追得上美國的 你說真的 美國做些什麼 就是無人機 這邊搞無人機 然後馬上跑贏你 你要搞 開油 開其他東西 這裏全部比你 人念識別 美國先走一步 不過不要緊 我們這裏有雙湯 很快又做其他東西 DNA研究 美國是講了DNA研究 怎樣可以應用 誰知道過不了FDA DNA研究 整個這麼大的中國 全部都做得了 但是在2015 2018 2019 差不多 就開始 抄不到 那些科技 人家開了壇 開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海歸計劃 就在那裏 百人學 那些千人計劃 都在那裏 你不要說那些百人 那些是別的網站 我知道你想那些 那些又回來了 我們又來 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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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些千人計劃 張牆都在那裏 其實應該沒有問題 為什麼我們抄不到這件事 我們的科技會停滯了呢 因為現在逐樣圍堵 現在圍堵一個位 終於來了 譬如我們今天未必有時間講 但是有機會講 譬如新世界 我看了新世界的新聞 我就想起 我真的忘記哪套電影 突然間主角好像 那些災難片 就是 終於來了 終於來了 現在我們在兩三年 就是Raymondo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 美國是要跟你打科技戰的 但是那時候你很厲害 還有那時候 你打什麼科技戰 就是你的科學博士博士生 全部都是我的人 是不是 有多少科技戰 什麼都好 那時候中國覺得自己很有底氣 我們就說 那就是拭目以待 我剛才說 最簡單的兩項 就是科技的錢和技術 先講錢 我們可以先去這個話題 中國這些獨角獸 十間裏面八間都是搞笑的 外國都可能是 這個有公平的感覺 但是他中了一間 然後那些初創公司 就會賺很多 譬如他十間 博中一間 那就賺十倍 初創的玩法是這樣的 以前哪些是初創公司很多 就是外資 你不是要外資嗎 你找回國內那些 你做什麼 你最終極希望什麼 都是上市 上市當然是想去拿外資 所以國家會扶持你 又有Funding給你 因為你去了海外 你就可以拿回錢 那些方法都是千篇一律 譬如說 你怎樣也好 你把科技套取回來 做一個Application 接著 以前的平台股 接著 中國 一聲 六千萬用戶 它很厲害 那些上客量 不斷上 行 接著A輪 B輪 接著就上市 現在的問題就是 別人都不敢投資 為什麼呢 你所有平台的東西 都牽涉私隱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的科技背後是什麼人 如果背後是貴共產黨 或者貴軍工關係 他又不行 他又過不了商務部 去不了最後上市的部分 所以先講資金來源 其實已經斷了很多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 假設你成功做了產品出來 你先賣給誰 你是出口敏感的東西 就不讓你出口 內需 現在正在內捲 沒有前經可言 這是第二個問題 我意思是 你有技術做到產品 第三件事 你的技術都沒有 為什麼呢 這件事都被封鎖你 由硬件工具 軟件工具 從頭到腳 全部封鎖你 剛剛最新的消息 就是ASML 連維修都不讓你維修 你自己想好 你自己想好 現在很難搞 現在科技的熱潮 是說AI晶片半導體 你每樣都拿不到 你說華為厲害 我當你華為厲害 你其他沒有華為厲害 你華為厲害 你背後有國家在後面 你不是每個人都有國家在後面 你先降低線 你說我要做晶片 你首先怎樣切一顆晶片 以前的 我請科學家回來 現在請不到 科學家都不敢運一些機密給你 但不要緊 台灣總有一些科學家 自己人這樣血龍於水會過來 但問題是 原來發覺他過來沒用 他底板過不了 他那些IP過不了 請他過來 只有一群人演練 我記得有一次在說 生產線演練 我到現在為止 我都不明白做些什麼 演練是否就是 隨便拿著空氣 做一個rehearsal 怎樣去生產 可能是 大家試一次那一隻 你說得對 我當給你的工程師請了過去 我當你的原材料請了過去 因為現在你做晶片 這類型 或者AI什麼都好 這麼先進的科技 你一定有各方面的專利 或者技術 我當你中國很厲害 拿五成 美低一兩成 台灣一兩成 日韓一兩成 歐洲一兩成 現在全部都要Blog 總之你有我的專利 我就不能給你 我就不能出口給你 你很難做 你斷一環就斷一環 譬如說晶片 不要比較集中 晶片牽涉設計 和做晶片出來 主要是上油和中油 封裝測試 中國做到的 設計方面 你設計的軟件 美國有Blog 我當你設計出來 你找誰做 你又找中芯 中芯做到的 基本上血都吐出來 五納米都已經做到死 七納米做到死 五納米 三納米 兩納米 當你華為做到 其他的根本不可能做到 所以你沒有輸出 你做得到的輸出 你一間做到 一定全部做到 這樣便會內卷 你做不到的 你想打海外市場的 你就沒有技術 所以資金沒有 技術沒有 這些便全部都死了 然後你剛才說到 我要做晶片出來 當我請到設計師 我要拍照 拍到光影技術 做到漂亮的晶片出來 以前就是ASML ASML整個DV 就是DUV給你 然後整個EUV 就斷了你 我記得 很早已講得明白 為什麼華為 華為今天就講得明白 跟蘋果一起做一模一樣 蘋果出iPhone16 華為出一部新機 我相信華為的機器不差 你不要管良率 和賺不賺錢 那部機器不會怎樣差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華為的晶片 都是DUV機 製作出來 但我剛才你說的新聞 都想追蹤下去 現在是有傳的 因為ASML 如果要出機也好 做遺森也好 原來是荷蘭政府 要給他一個拉審 去做維修 傳說中 其實也不是傳說 過去這麼久 我們經常看到 雷蒙多 沙利文 和大部分人 都經常撤出 轉去荷蘭 是這樣跟ASML聊 很煩 很煩 原來是很瘋 其中一個說法是什麼 就是 荷蘭政府有機會不續約 導致ASML 說明 連有機會 不給你新機 不做舊機維修 而且有機會 蓋上DUV 不是EUV 是你舊機 我也不給你維修 那怎麼辦 這樣就趴在那裡了 不要緊 我們中國工匠技術 是出神入化的 在米裡都可以丟出金剛經 搞一個DUV 應該不是一個問題 就像木牛流馬 自己砌一塊 我也不知道 不過 荷蘭有一個好例子 我們看著荷蘭的轉變 當初ASML的CEO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知道也不會讀 荷蘭文 不停吵 怎麼搞的 你賣不到給中國 中國是大客 那時候中國有段時間 賣很多 因為他知道你就打擊他 那就先進貨 你有沒有發覺近來 是完全吵也沒有吵 為什麼呢 一個台積電筒 你全部賣掉 再加一個Samsung 不夠貨 還有Intel跟味 因為 之外的光源機 出貨 它的量很小 其實ASML 接下來兩年的產品 那些訂單全部收了 簡單來說 我已經訂了 那你就沒有聲音 那時候 國家一定說國家安全 企業一定說認利 國家安全 然後ASML就說 你國家安全 我不用開發 我不用出糧 然後 幾分鐘後 兩年這單全部訂了 誰 台積電 台積電 為什麼要訂得這麼多 全世界現在四度開廠 日本 台灣 德國 美國 你哪個 當然不是全部都用ASML 不是全部都用UV 台積電 大擴充 Samsung 但是Intel又說要翻身 Intel又要翻身 然後還有第二梯隊 正在上來 格羅方德 聯電 EUV 那量很少 做不到那麼多 是快不到給你的 然後老闆覺得 這樣嗎 沒什麼影響生意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現在連維修也不幫你維修 現在就是開局 而且問題就是 大家在買EUV的時候 我的維修收入 我維修部門的收入 是EUV維修 我是在吃EUV的維修單 你的EUV維修單 就是未來會越來越少 按道理你也知道 被人淘汰了舊機維修 是啊 其實它現在應該叫無痛分手 對於ASML 其實是 簡直是頭也不回 所以中國 我絕對不敢低估中國的實力 它會不會暗瓦底 自己維修到 是的 它可以的 它可能請了100個ASML的工程師過去 然後嚴刑拷問 螺絲怎麼轉 或者直接混一間黑房 因為它這樣用DUV 應該一部DUV都很快打塗了 砍一部塗的DUV在 混100個工程師 我不管 總之我開門要去新正 你跟我搞定 我不知道怎樣死 不知道 這個我們估計不到 不過這樣一定是非常低效 一定是成本很高 所以中芯就是為國家捐軀了 我就是覺得大家不要買包華為的手機 我也不知道它怎麼出貨給你 有什麼事 它有辦法 不過華為 你不是說它有什麼三摺碟機嗎 我不知道 它說它出一部新機和蘋果嵌 而蘋果是壞的 蘋果16出不到AI版 現在 那就是活該它死 不是 我看到它說出三摺碟機 很厲害 三摺碟 即是兩邊打開 可以這樣摺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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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中國做這些是很厲害的 它會推到極致 我很期待 你知不知道這樣打開 這個本身是一個標誌 你知不知道這個標誌 本身是一個節目標誌 其實是跟你當時 跟Rega Finance台的節目是有關的 是嗎 是啊 我們本身一開始 輸開有條路 沒錯 輸開有條路 證讀班的前名 被人用言論自由打壓 證讀班的前身的名字 是叫輸開有條路 當時的標誌就是這樣 輸開有條路 你問回老闆專利 我覺得很厲害 如果成功的話 我期待它之後就會不斷延長 就像聖子一樣 十八摺碟 整個卷 整個卷 觸件這樣 這件事就有型 人們說iPhone 怎樣出iPhone Max的時候 有個笑話 iPhone Max Max就是這樣 沒錯 我也不知道它的晶片會怎樣搞 你說這個華為 你這樣設計 你也知道有什麼農料 為什麼iPhone要 為什麼要摺碟機 為什麼要打開機 現在iPhone 不要說iPhone 手機作為世界上最先進精密的儀器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手機很小 你都做了所有事情 你摺碟了一部機 其實就是代表你部機的體積 和重量 可以 規格可以大一點 你就放到一塊大顆的晶片 用什麼三納米 你用一塊十納米都沒有所謂 你中了一塊米晶片都可以 這就是三塊東西 這要跟大家解釋一點 我又不是很專業 不過略之一二 有些人會覺得 14納米 7納米 5納米 3納米 有這麼小做什麼 都是肉眼看不到的 不是那個意思 多少納米 是電阻的距離 這個是讓它的電流流得多快 會節省電 對 所以說的是節省電 散燃 因為現在的應用程式實在 要求太高 你說 像我一樣 玩Candy Crush 當然沒什麼所謂 28納米應該也不是很遠 其實也不是 說我又說我這部 Candy Crush 越玩越慢 Anyway 你現在如果要打高端產品 你說AI 你當然要追求很高質素的晶片 你用慢一點的晶片沒有說不行 就慢一點 熱一點 就是這樣沒有說不行 你現在我用回iPhone 545都能打電話 都能動的 都能打電話 都能玩WhatsApp 沒有事的 沒錯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但我們不要猜 究竟它能不能夠維修到DUV 它新的晶片 5納米 是否用5納米用DUV 一萬重曝光 這部分我們不管 不過你看到一個大晶片3 我認為有幾個目的 第一就是要真的扔錢去研發 因為晶片突破不了 你整個製造業 什麼什麼新增生產 就是死局 沒有意思的 你繼續做洗衣機 你外貿也是會一個大國 但是那件事突破不了 而且會越來越縮 第二件事 打這些公司出來 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就是要 希望他們找到方法 去買這些DUV 晶片 AI 這些NVIDIA晶片出來 就是想找方法 而這件事 如果你叫華為 我當然不賣給你 買錢單 即是 中底線 對 我怕叫橡白龐 賣粒晶片 是我的智慧打火鍋 你不要懷疑我 可以搏 2024台灣大選經熱曲 中仁傘 但台灣新一輪的政治角力 只是剛剛開始 在三黨不過半的立法院 三個黨派 如何爭取最大利益 如何部署兩年後的九合一大選 甚至下一屆的總統大選 CC工作室全新節目系列 台灣新政局正式推出 Patreon及YouTube會員 獨家優先收看 敬請留意 多謝支持 各位網友 如果想獲取更多 關於財富增值 理財投資的資訊 歡迎加入財富BB班 購買方法有三種 第一 成為財富BB Club Patreon的會員 方法二 在現有CC工作室的Patreon 裡面有一個 新的財富BB班的tier 連同大火85折優惠 方法三 在Patreon裡面的Shop商店 單購2024二月版 今天開始理財投資 我們在班上見 大家好 我是Calvin 由於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嚴重 騙案橫生 保安局局長說 1至10月每天超過100宗騙案 增幅超過五成 講過就是這樣 CC工作室 懇請大家 儘量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 不要讓匪徒有機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負擔 Patreon 馬上轉私隱設定 電郵 社交媒體 更換密碼 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賬戶有風險 直接整個剷掉 包括WhatsApp Signal IG TG等等 盡快把所有資金調離危險的地方 你對我們的支持重要 但你們的安全更加重要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打擊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人人有責 如果你叫華為我當然不賣給你 對 即是先將一些 對 我記得叫橡白龐 橡白白晶片 是我的智慧打火鍋 你不要懷疑我 賭得過 這件事 中國有 我們不要管他 香港也有 我正想有一宗新聞 不是在我們PAP裡面 有一宗新聞 我忘記了告訴你 因為這都是上個禮拜發生的 又是小紅書消息 近來要看小紅書 你不看小紅書 不知道原來香港這麼值錢 近來小紅書 其中一個 最多的新聞 又是教怎樣來香港 不是再說那些什麼旅行 特種兵 不給錢的旅行 他覺得這些比較廢 特種兵旅行 太過小事了 他現在搞新事 他搞什麼新事呢 就是說 在香港怎樣可以獲得150萬的BUD BUD的資金 怎樣可以獲得 香港的創新科技卷 海外的學展資金 還有什麼新科技 總之很多這些資金 可以在香港拿 所以現在整個小紅書 都是說這件事 他叫什麼 高財通來香港創業一年 拿政府170萬補貼 包括有這個TVP科技券計劃 還有其他BUD專行基金 嘩 其實這件事就是跟剛才你說的一樣 就是現在大家都想開新公司 政府又要亂派錢 大家如果內地派那些 可能派幾億的 香港都有170萬 你就叫高財通過來 拿170萬補貼 直接拿掉它 我真的覺得正到不得了 正到不得了 所以你看近來 我再忍心一點的話題 近來香港的赤字也很亮麗 赤字也很亮麗 張堅峰解釋了 我專才要請你這班人過來 還要鼓勵你去創科 是嗎 最後金錢創了什麼出來 不要管 又是剛才回答你 你投資資金 你不知道能不能研發 他拿些錢去中東買 他在中東繞個圈 再買光刻機 那你也要投資 你不能說我騙錢 你們也曾經說 整個中東辦公室 你不是也要投資了嗎 大家一口一口 50步笑百步 我這個有辦法 我這個是中東科技之王 他有機會幫我搬到兩部光刻機 搬到回來 李光宗耀組 好吧 批錢 這樣搞法之下 我想拆開一點 講這個赤字 因為又是我們一早講過 接下來會面對問題 不過這個數字 都真的挺精彩的 頭四個月 赤字1300億 那你說OK 原來全年預測是1400億 赤字 不是 多一句 我記得他上一次有減除了 他說你不要以為1200億很多 有些東西還沒減 我還沒減回我發債的收益 我之後會發債的 所以你放心 沒有1400億 如果我再發陸債 那就可能剩下七百多億 發陸債就沒問題 那是你不對 你不扣除我的債沒問題 OK OK 1400億赤字裡面 出入是什麼呢 就是 支出是2400億 收入是900億 真的差幾倍 這個就是怪寧漢豪 寧漢豪 我們的發展局出來 最近說 我不出來勾地 有機會我不拿地出來勾 對不對 因為不記得勾地 所以我們是有錢不賺 沒事 大家放心 香港沒有虧錢 只是我讓你 有錢不賺 我不出手而已 那兩個美女 那兩個美女 還不是我狼中物 就是那些 我不出手而已 他也是這樣生氣 我不讓你勾 我一勾地 那裡賺回2000億 對不對 我就是不拿地出來勾 對 那就看你勾不勾 你勾出來的 沒有人買 不勾出來的 你又赤字 看你怎樣 不過 現在的情況就是 所有東西都串聯在一起 就是 你又要推出經濟 然後 你的大部分產品都是內卷 然後出口 又開始大家要禁你了 你唯有要上高科技 但是高科技 你又沒有錢 你又沒有技術 那現在就全部都棄死了 那他有扔過錢 譬如這些大基金 那些全部人都扔了些錢出來 要不就生產多些 要不就消去找一些去 假裝買晶片 譬如這些也是 這些都是GDP的 即是你這個漲低線 你融資 這是investment 是嗎 那你猜 那你是不是只有一間漲低線 當然不止 一百幾十間這些 那這些GDP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樣 但是你這樣看 我又要記得那件事 就是如果你有空無事 我最近有一個局長 我是經常看他的東西 不過呢 就因為他不是說廣東話 所以大家就好像不是很開心 那樣 其實就是講這個孫東局長 孫東局長 6月7日就問財委會 拿多60億去做這個生命科技發展的項目 就做這個設立生命健康科技研發院之助 上幾個月呢 我們有報導過的 他是又拿了28億去做微電子研發院 然後就弄了一塊東西出來 現在我們就先還有很多科技券 BUD等等的資金 其實這個資金 怎麼看都好呢 其實是好事來的 他就說了 政府不會百分百出的 你要有私人投資少少 你的工資要營運了一會兒 譬如說我們看到TVP那個科技券就簡單些 不需要辦公室最多有60萬的資助補貼 BUD就是你的營業價格要有300萬人民幣 有或者其他那些什麼EMF 就要有200萬的流水帳就可以補貼10萬 但你想想剛才整件事出來的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漲低先的A輪投資 如果我們有A輪投資 有人吸引了錢下來 你就可以向政府拿回這堆補貼 然後你去到B輪投資對賭的時候 這樣就可以爆了 即是說以前那些補貼都是中國政府 現在益你 多久之前不是說 我現在開放給你香港政府 給你去投資這些高科技公司 多感動 你香港終於有高科技 口口聲聲 各位網友 凡是高官出來說 我們香港一定要搞科廠 即是說他要花錢 即是糟糕 不一定糟糕 糟糕看對誰來講 你想想我們數碼講這麼久 搞了這麼久 香港政府最強的數碼講 移入項目是什麼 就是D100 背沙灣 D100 但那個好像沒有什麼科技 全球華人網上電台 你現在都是全球華人網上電台 所以 所以 不如我 對了 剛才我想了些 你去到這裡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情況是什麼 就是 你有沒有看那個 讓子彈飛 讓子彈飛 姜文和周潤發 如何騙錢 周潤發就說 我們現在就要剿匪 姜文去做剿匪 然後周潤發和幾大家族 就會拿錢出來 可能每天 香薪就割三分之一 然後 然後 剿匪之後 就還回那三分之一 給香薪 然後再分了餘下的捐款 這個就是剿匪捐款 這個說法 就是官方握人民錢 這是這樣的做法 其實我發覺現在 其實你無論 我不知道 帳帝先是否一個騙局 希望他不是 但我相信 有很多現在內地的科技公司 其實是反過來騙政府的錢 可能是私人公司出了A-Line 然後你去拿那些什麼 BUV TVP 那些資金 拿完之後 再去 反過來 分回後面的政府資金 其實我覺得 現在我們的政府 都幾 我不覺得是一個騙案 騙案就是 騙你 他都擺明是花錢 他擺明是花錢的 這個不可以說是騙的 我覺得 你的政績又有錢要花錢 然後我的政績又有錢要拿 其實Win-Win 沒有人有贏有輸的 就是你上網 看到一個女士 很漂亮 你扔她出來 然後發覺是這樣的 這樣可以說是騙你 對吧 你在一間店舖買名牌袋 通常在街邊那些 車仔檔 一個 把名牌放在那裡 然後賣十萬八千七 你看就知道它是假的 那個不可以說是騙案 我覺得 那些名牌 明賣 你這樣也中計 沒辦法 其實是整個洗錢鏈 政府又要計 這個洗錢不是洗黑錢的 money laundering 這是 spending 是啊 只是規模再大一點 就是有供有求 你香港政府又有錢 你又想討好處子 你又想搞科技 這樣就成功了 是嗎 不過就相對 如果我在宣東的角度 如果北京政府問問 宣東下來就是要大開中門 就是幫他按花錢而已 按花錢一回事 我在想就是 如果宣東在北京政府眼中說 我要去你搞好科技 真是我當宣東局長 收到一個要搞科技的指令 我不能夠 我下下跟你說 我下年做輝達 後年做TSM 之後就開啟AI 這些事情不是說做 所以他唯一出的指令 只有一個 就是我派錢 然後人們問你科技搞了什麼 我搞三個基金 每個人都拿了20億出去 派了 其實他最終的政策的KPI 只是派錢而已 我不是搞科技 對 說得很對 所以他這個位置很肥仔 很肥 所以他有料到 這個位置被他欠到 這個就是肥缺來的 這個位置我也挺肯定 私下看看下屆是不是 我猜下屆這個位置 都不是用廣東話做暮語 好啊 儘管看看 然後下一屆就是 下一屆都是李家超 你放心 我不是有任何的煽動問題 只不過我說 一屆都是這個位置 一定不會是用廣東話的 我們現在就不太在乎 政府庫房 不過你好像Jacky 有時候會鑽空鑽 為大家想做一些深入報道 你研究一下科創局 究竟錢花了哪 我去年還要交香港稅 我今年就可以不用 我上個財政年度還要交香港稅 雖然不是很多錢 你別這麼大聲 然後稅谷追你 他由七年前 一直追我 這個不說 私人事不說 所以看到其實情況 我們的BUV那些錢 是不是都會出的 我還有一點時間 我覺得回到銀行的時候 不如我們說香港經濟 我們說另一家的香港經濟 為什麼 就是新世界 你都開了個頭 是不是 現在怎樣 你剛才說了 政府庫房不夠錢 孫東要派這麼多錢出去 那就問寧漢豪 寧漢豪拿一塊地出來 就可以了 拿一塊地出來 勾地就可以了 其實現在不是 這個星期所有地產商是叫苦連天 這個星期是很重要的 你上了這個《金融時報》 很難得有新的新聞上《金融時報》 就說什麼 香港有一間的發展商 就不知道是20年第一次發出盈利的消息 就說是虧錢 英文題目就是 《土地產商工廣告》 說的是20億元 即200億 這陣子我們香港的新聞 真是殺出國際 輸人不輸陣 因為海外都在報道安民戰 我們不能輸 我們之前有《大吳時報》報道 打羽毛球 像《Badminton No Sex》 我再整個《新世界》 我們先拿回話語權 這個硬直入 我有集Patreon節目 就是講講《新世界》 但沒有重複的 不用擔心 為什麼呢 我又沒有怎麼說 它《中國而無》 《中國而無》 《中國而無》 我長話短說 看看你有什麼看法 《新世界》 這次簡單說 就是刑警虧損200億 但這個虧損不是營運虧損 是一半是撥秘的 但這件事是不是不重要呢 這當然不是 就是我們 我們一直 我們又說 我們聊一下博士說 就是講地產的地價跌 會怎樣影響資金鏈 影響房地產 影響內房 影響整個資金金融市場 現在就展示給你看 影響有多大 那開始 A 撥秘減值100億 inal part B 便是賣生創建 就輸100億 但我又講 賣生創建 我又詳話短說 也是賣給公司 中間 將錢佈回上面 甚至是 就是將這個 pewno 是上面給錢 周大福母公司跟新世界買新創建 把錢塞回新世界 即是給你錢還債 這次真是孝感動天 煎下父母最偉大 孝感動天 加附內做分贓 不是分贓 那種家族情深 這是牧連救母 牧連救母是兒子救媽媽 現在是媽媽救兒子 媽媽救兒子有什麼成語 你讀書多一點 甩不出來 還有媽媽幫我岳飛在後面賜字和孟母三千 孟母三 隨便吧 總之就是因為新世界大灑金錢 當初蔣子的孫 鄭志剛 鄭志剛 你多麼有氣魄 作為家族第三代的領頭羊 這裡又花八九多億 K11世界到處插旗 然後航天城又百多億 中國又花了百多億 現在新世界中國有千多億 這個資產 哇 有趣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現在才說 當時四大家族在2019年之後 紛紛對於香港的前途是有點擔心的 所以你看到 場實就很早已經拔走了一些東西 其他家族是沒有去香港做很多大項目的 唯獨新世界就不斷開這個K11的Musea 在內地就做一個上海K11 然後就說我們對香港和內地依然很有信心 所以過去的三年在香港和內地 香港其實有兩個已經很嚴重的 一個就是K11 Sky 或者叫11 Sky 就是我們現在在機場旁邊那個 然後還有ASI 就是啟德的那個運動場 當時打算迎接這個香港第二的CBD No.2 在啟德那裡開幕 所以他在啟德旁邊就做一個Sport Center CBD No.2是甚麼意思 即是第二城鎮中心 即是金融 為甚麼會是啟德的 那時候是啟動九龍東 你有沒有聽過嗎? 很厲害 還有單軌列車 還有這個郵輪碼頭 然後還有這個機場跑道上面的豪宅區 所以旁邊那個叫做CBD-2 就是一個叫做觀塘和啟德雙謀區 但是你看著你都出事了 觀塘商貿區那個 就是御民坊那個六星級酒店 應該都是看來沒有的了 接著之後那個單軌列車啟德 那個就沒有了很久了 然後剛剛今年就沒有了那個 那個豪華碼頭 沒有了 所以你後面旁邊的Sport Park 那個減值都不知道要減多少 接著最底線是甚麼呢? 就是要支持這個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 其實旁邊還是有一個商場 我沒有記錯就是Sky City那個 就是迎接著這個港珠澳大橋 就是令到新世界有一個新的發展項目 這只是香港的地方 內地的大手投資 其實是剛才你說的 有一半的項目是帶進去內地的 就是這幾年 所以效果當然很棒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這個撥避 這個樓價跌 就是特別開始 就是我經常說 還沒開始 他有時間去撥 第二件事 我聽你這樣說 他這麼多項目 他真的當自己在玩的Sky City 就是你按個按鈕 你起一個東西就會有人進來 而香港以前就是這樣 所以他沒有猜錯 他真的沒有猜錯 如果用過去表現 反映將來表現的話 他會有什麼問題 那證明很多這些 那些什麼代什麼代的 就好像要泡王一樣 你用回以前的思維 十年二十年的思維 繼續做下去 但是你又不覺得有問題 或者你覺得有問題 你又改不了 那證明這班其實全部都是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順風車 有多聰明 不要覺得自己香港人真的很聰明 很多香港人很聰明 但是很多這些 你厲害到值不值得你現在這樣的身家 這樣的價錢 值不值得你運行這一盤 business 喂 過千億 嚇死人 不是過千億的 我看原來新世界 上市那間 不算其他 不算周大福那些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0017 原來市值只有170多億 現在跌了 之前是19多億 其實你百多億的公司 虧200億 我都覺得 當然是誇張 他高峰時二千多億 新世界 大佬 四大地產商 現在只剩下百多億 你都很厲害 你虧千多億 真的不簡單 真的可以 在這個逆市期間 還大興套目 在這裏 那裏 唯一守得住 可能有這樣的眼光 也有這樣的能力去閃 就是李嘉誠 你不說 原來他在2019年 是四十多元 現在只剩下六個多 至少那裏五倍多 至少沒有七八成 但他比高峰 現在再跌九成 很誇張 以前當香港 經常跟大家解釋 香港的危機 香港的資產價格 是非理性地高的 但以前說這些 因為你沒有樓 其實我曾經很想有樓 因為我可以不用聽這些 因為你沒有樓 你只是葡萄 現在我也不需要 你覺得沒問題 你就繼續 你也有 你不要香港那些 我賣味 但這個是超現實地貴 這是泡沫 香港之間是泡沫 曾經這個泡沫很實淨 因為全世界資金經過香港 這是什麼中文? 泡沫曾經何時很實淨 即是硬泡 即是黑粉 即是泡沫比較硬 現在本來它不是泡沫 即是資產 很多錢在那裏 現在造成這些資產來的種種原因 逐個逐個擊破 然後這些就變成泡沫 一變泡沫 你沉底沉到什麼時候 你沉得快 就血流成河 沉得慢 就變成日本 你想哪一款呢 就任君選擇 而且沉得慢 你也糟糕 因為大家是有個 向你沉底的預期的時候 我怎會吸引一些東西給你 沒錯 這個又可以回到中國的資本市場 有一點點像 就是它死都不跌 譬如我剛剛有新聞說 中國的十大樓房指數 應該是 先找一下 十大 OK 百大 百大城市的二手樓 連續跌28個月 沒什麼 香港也是這樣 香港也跌兩三成 跌多少呢 香港一年可能跌兩成 它按月跌0.7% 按年跌689% 多諷刺 但反過來 0.幾個百分比不太好 就糟糕了 它按住不讓跌 這是免價 可能有底價 底價那些 你買一層送一層 我記得現在是 在深圳有些人買深圳送東莞 他這樣按住不讓跌 就要很久跌 你內房也是 你剛剛出內房業績 我給了Jucky看 全部六大內銀 除了農行 全部利潤倒退2% 或者1-2% 這麼帥仔 全部按住 全部按住 有些數真的很精彩 譬如我先說 這個內房 我看看能不能找出來 我給了數 我們最擔心的是什麼 是不良貸款 六大行的住房不良貸款率 你猜不到 分別六大行是0.6% 0.5% 0.6% 0.6% 0.5% 就是沒有 很齊 我覺得不是漂亮不漂亮 很齊齊齊齊 又齊 又低 不良貸款就是 問你借錢那些 他有機會還不到 0.5% 這樣很健康 中國這個樓市 是啊 你看你怎麼看 如果他借錢給你那間 不良貸款的房地產項目 那就是0.5% 但是這條數是容易做的 如果我借了一間 譬如我某一間銀行 我借了給另一間 村鎮銀行 那間村鎮銀行 由我全資擁有 那間村鎮銀行 是做了那些迫迫 恆大那些貸款 我想問Kelvin 我這些算不算不良貸款 你又對 你貸款很健康 你又很有道理 我只是貸款那間銀行 因為他一定不會違約 他只是剪期 對 對 反過來 我也沒有持有 有人問他 你有沒有持有迫迫和恆大的貸款 他說我沒有 我只是持有那間村鎮銀行的貸款 是由那間村鎮銀行借給恆大和那些什麼 我作為公行那些 我沒有持有 我直接跟恆大有接觸 所以我就做到調數0.6 對 可以 整個金融體系好像一個拼圖 好像骨牌一樣 全部不能動 樓價不能動 不良貸款不能動 OK 你不動那些不動不要緊 但剛才Jerky說得對 另外新錢那些 你有眼看的 你有沒有人願意投資 在這壇上 大家都不敢動 數據證明 就算我當你的數據是你做出來的 都證明到的 譬如M1是負數 M2是越來越低 年內薪低 就是這樣的意思 借不到出去 我怎麼借出去 然後國債又超賣 還要賣到被FT投訴 就說習大大看到國債被超賣 他覺得很懶惰 覺得很簡單 所以中國這邊 所有Eliquid的資產 全部維持 全部不可以動 你經常整個資本市場 都被控制了 那會怎樣出現 就是整個宇宙中 流動的那些 就會捉錢走 那整個宇宙中 哪個最流動呢 我們說來說去 就是那個點 就是香港 你會看到突然的 突然一聲 為什麼會跌 這塊又跌 撥避200億 或者一些流動性的股票 中概股也是 在美國也是 拼多多 想跌三成 是不是 你有沒有看他老闆說 我不夠 我不會夠價 我也可以 是啊 OK 因為就是等錢勢 現在資金成本很貴 現在是等錢勢 有幾億 他的流動負債 他負責了三百億 那你怎麼搞 他還要不斷地貶值 這次就貶值100億 那你下年又貶值100億 是嗎 是啊 這個其實是一個 我們這次都沒什麼說的問題 可以說下去 就是 如果這個所謂 其實這次整個新世界 是三個跌幅 一個跌幅當然是營業差了 但是這個很少數 其實營業差不多 放租也OK 沒有太大問題 你基本上營業差不多 但是有一個就是物業估值下跌 就是這個價格 好了 我下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是老闆 物業管值下跌 我沒有東西可以擋到 是啊 我只有一招 就是賣了它 趁它下年跌之前賣了它 所以你最近就看到 我跟Jace做了一集 賣K11 我們講一下 其實講Artmore 其實那個是心頭肉 因為那個很便宜 然後營業是非常穩健 K11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有些人覺得它是中價市 有些人覺得它不夠高檔 但是你看看K11 Artmore 不是講廖師 Artmore 最大的特色 是它全部100%出租率 是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看 它現在賣不賣 如果要賣完的話 這樣才可以解決物業估值 但是如果物業是會繼續跌下去的 那我下次我的數字就再不英俊 K11 K11應該是100% 聽聞沒有什麼 不是很多人走 好像 K11 Milcea 是比較差的 就是海旁的 狂狂 那個是差很遠的 原因是什麼 樓下很多人走 樓上是很差的 其中一個 我想大家都會經常知道 就是它上去不容易 它上去的樓下沒有人找到 如果大家想知道 樓下在哪裏 在書上就找到 它隔進的書 那本書就有了 那些租客是什麼 你說之前另一間 最划算是什麼 如果你說Milcea 底的租客是LV Dior Chanel 頂試過有一輪租客 我記得有一次 令到我嚇死人 是什麼 供查是放上去的 OK 然後有一次 是將一間 類似一些超市形式的東西 是不是很得體的 37的東西 扔了上去 所以你會發覺 上面那些 試過有一輪是做便宜價貨 就是中價貨 art model 那些是什麼 就是比如說餐廳 我現在敲 不知道還有什麼 一些中價餐廳 一些家品 以前在下面 就會放藝術品 但是為了頂住租 最近還給了Ikea 還給了一年 Ikea在下面頂了一年 所以這些東西都OK 儘管觀察 香港經濟是還沒差的 還沒很差的 但如果有機會轉差 我不是就差 任何經濟都有機會差 現在還沒差 都這樣 萬一差 還有萬一差 我先不要說營業那邊 差不差 如果樓價再跌 我們之前有個節目做 我們是說政府 是不會夠樓市的 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 當然 那我可以夠的 他怎麼夠呢 有 貸款再放寬一點 那些人 你放寬按揭貸款 不過他停起居屋 也不行 你也沒什麼好處 停起居屋也沒用 現在居屋全部都走出來 你說得對 其實沒什麼可以做到 終於樓價要下跌的話 如果好 我可以當物業價格再向下調整 如果我們再用去看法 就是下期報告 如果這麼好地 死人會計師和審計那邊 又叫你做物業股價 因為物業重股 不是必須的 不是每次都做物業重股 如果他這次又抽幾個東西出來做物業重股的話 那個股值會再低一點 就是又會再減 然後你下一步是什麼 就是 剛才你說的 新世界是借了很多錢的 那你有一個叫做債的 和你的Ratio 那你的Debt Ratio 那你的Debt Ratio 就會突然間增加 你沒有借到新錢 但是因為你的資產價格下跌了 你的Debt Ratio又增加了價格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是很嚴重的 不要緊 不要緊 可能這樣 可能周大福又買K11 就是買了 最後周大福又賣了所有新世界的東西 以後就是 金舖是比樓上的那間大 沒錯 這個商場就是我這間金舖的 你旁邊周生生的那些大胎 這裏我們 K11就變成周十一 K大福 其實我們不是只說新世界 這個情況是所有地產商 還有所有在你現有資產的人 都會變成這樣的情況 你不要以為你自己不是發展商 但你可能是業主 其實你的個案也是一樣的 你原來的Operation沒事 但你外面的物業價格 資產價格下跌 你就借不到錢 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 它經濟又不是很差 而且那些拿著物業的 又沒有放得很厲害 你說不是啊 跌了很多 我不是說它跌 而是你看到它還沒有跌 說真的 因為成交很疏落 因為那些人是有holding power 或者是 holding power的意思是 跌了那麼多 那怎麼辦呢 我還是可以不用斬 我還繼續供倒 繼續有份工 香港的稅率率很低 蘋果的薪金是很高 那就繼續頂到 但是你要記住 香港資產不止一小部分 是中國投資者 中國投資者 他們等錢花上來 那他們放怎麼辦 對 沒錯 他們如果上面全部不能放 他們這邊放得來 他們是無性地放的 告訴你 但你都是投資價格下跌 我想說如果WhatsApp 他們真的受不了 譬如香港的某些公司倒閉 你剛才這條計劃就有些錯了 就是剛才說 我們資產價格下跌 我的FlowOK 我的IncomeOK 如果我的Flow不OK 我糟糕 那個就是雪崩式 因為你發覺資產已經倒閉 對 因為第一 Flow本身已經少了很多 就是那個turnover 第二就是 資產跌你會降評級 就算接下來減息 但是你的信貸質素可以差 這件事美國也試過 所謂的息口減 但是credit risk提高了 最後你的融資成本也是高的 好了 等錢花怎麼辦 你便會變賣資產 那怎麼辦 資產便會再貶值 然後你的融資成本更加高 然後你更加等錢花 你更加要買東西 這個不肯定會不會出現 可能不出現 可能是沒有那麼誇張 但如果不是這樣出現的話 這個就是plan A 計劃B是什麼呢 便會變回日本 你問我 我覺得是好 好在是什麼 我最近收到很多讀者的來訊 或者一些電郵 其實他是想什麼 因為我記得有幾集我們說過 其實如果要跌 不如趕快劈價跌下去 不是在說那個物業 我是在說 不如政府大頭減薪 你趕快大頭減薪 趕快劈價 那一刻是很痛的 因為大家會減薪 首先政府會減薪 不是說高官減薪 是整體公務員減薪 因為整體公務員減薪 帶出來的角度是什麼呢 就是私人市場可以減薪 那你便一起減薪 那你的市場已經低了 流量減低了 你的經濟才會有活力 如果不是你沒有投資 譬如說 現在老闆想做多個新項目 請個人 香港今天平均的入息 是19,800元 比去年還多了3% 你想想我們這樣的經濟 人工還要高3% 我是老闆 我怎樣開新項目 我是沒有經濟活力的 我開新項目 我請過19,800元 對回台幣 即是700萬元台幣 阿芬我在台灣 700萬可以請到多少人 700萬請到醫生工程師 博士 一斬 我是個香港老闆 有部份有 international contact 例如二左民那些 我2萬元一個月 我在英國都請到人 還要請有特 應該是19,800元 應該是19,900元 應該是19,900元 那一定是有特 簡直是可以在英國請到人 我加一個新人手 我都不會加在香港 我一加幾個在台灣 一加一個在英國 所以按這個道理 你不帶頭減薪是糟糕的 不過那個陣痛就要大家承受了 如果我用Padreno 不是說人工 是說價錢 你意思是說 突然一個需求很低 你的價格急速地反映 你不可以等到需求追回來 這個是市場調節 這個是當我們還是小政府 大市場 市場經濟的時候 我們沙士的事物試過 沙士很痛 但反彈得很快 你可以說是自由行 但我覺得就算沒有自由行 經濟也會復甦 以香港經濟也會復甦 到後期 有一段時間 中港矛盾了 沒有那麼多自由行 香港有事嗎 香港沒事 現在香港多倉很多自由行 是吧 所謂的 經濟又會復甦 就是了 所以你說得很對 如果價格急速調整 它有機會調整到 好像八月初的所謂股災 跌得太誇張 但反彈得快 你選擇 好像半死不活 市場 還是反應很快 我當然覺得寧願反應 寧願有反應 反應很快就不想 寧願有反應 所以你說的情況 其實往往是什麼 就是吐到一個位 真是不好意思 就崩下去 吐到那個位 再傷一點 因為吐到一起爆 沒錯 就是恆大 就是恆大 你問我 現在粗粗地爆了它 我最多加這個失業貸款 我加這個失業保障計劃 即是在政府那裡加失業保障 哪一個失業先頂 但是起碼死了一小數人 那你保住經濟有活力 現在經濟是沒有活力的 還有你經濟沒有活力到什麼呢 就是老闆在外面找到代替 現在已經不像我們那樣 我們就已經在外面找到代替 起碼可以在外面延伸到公司 我看到有很多無關痛樣的 其實沒有那麼多需要 有國際發展的人 開始都懂得在外面請人 其實動力會否回來 如果萬一你的價格審不到的話 太晚了 太晚了 現在Adjust已經太晚了 你說的譬如說 我給他陣痛 突然多了很多人的失業 那些東西很便宜 租很便宜 人工很便宜 我們就鬥著最低層的那些 然後經濟慢慢復數 兩個東西 第一就是 政府已經沒有能力去鬥 第二就是 我們這樣看而已 這個社會 頂層的那些不是這樣看 這個社會 即是北方那些 這個社會有資產那些 很多專業人士 其實他的工作沒什麼特別 很多人還說 你們兩個唱衰 不知現在多好 是不是 香港現在這麼好 經濟沒有你們兩個說得這麼差 這個又開業 你們兩個回來再說 這個又 你說得這麼明 這個又 新樓又買斷 說回新世界 那個拍奧 賣了一千八萬 新樓又有人買 有新公司開店 又有食市開店 有很多高薪 喂 為何要減工 為何要減租 我們就唯有說 是呀 不要減了 這樣就不要減了 這樣就繼續 繼續 繼續 是對的 因為在剛才說的 經濟變成日本 那樣的經濟也好 日本也有錢 你要這麼想 整個經濟總會有精英階層 死極總會有個譜 看看哪一個是出事哪一個好 正如我們今集 我們之前有一集 我們堅尼地也有說 就是你經濟差 他經濟很好 誰是他 他可能很多人 甚至乎華潤也是 華潤肯接新世界的東西 北京可能很近 他們這些經濟是OK的 對嗎 所以 總之 這個大灣區的資本遊戲 真的莫測高深 我又比較怕死 那我走遠一點 我不知道 我走遠多一點 但我對香港依然有信心 正如這個詳實 香港也是福地 你澤哥說 長遠看淡 香港也是死定的 是的 我們長遠都是看好香港的 不過是在說 究竟是五年十年還是一百年 我們總會看好香港的 總是很好 是的 希望各位網友 不要覺得我們今天太廢 我們接受批評意見 看到我們繼續努力 有沒有廣告 好 有啊 不過廣告很簡單 下面就是 方圓那個班 其實就上了那個Live的Q&A 所以也都放了上去 究竟那四班再加Q&A 但是我們還沒有下架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想要聽的話 什麼時候會下架呢 我們終於做了一個共同的決定 就是下次美國議息 9月16日應該是 哦 好日子 9月16日 總之議息之前 還可以繼續看到 所以大家可以繼續上網看一些短片 好 OK 另外還有一些BB班 你本寶其實挺好用的 有眼光 得到馮同學 看這麼多書 寫了這麼多 得到他的endorse 有點了 這本寶是 我真的覺得 我不知道是否那些紙質真的不錯 本土的東西真的不錯 當然 這個是仿牛皮的皮 還有這個用香檳金的環 可以退出來 退出來然後可以加紙 我真的問了很久 這是什麼 竹來的 竹的一隻 但是拿來幹什麼 其實你是不是 你打算省錢 所以弄到它不穩陣 不是 它可以退出來 你可以加業 加業減業 原來是這樣用的 當然 果然台灣的東西真的沒有人懂 這本東西叫可持續發展 厲害 厲害 沒錯 Club友可以迎零 好 今天上天差不多 謝謝 拜拜 今天節目這麼快又看完 明天才有最新一集 怎樣等 世界滿日 滿日 立即加入我們試試工作室的Patreon會員 星期一至五 每日多一條件看 甚至更多 最低消費每月美金五元 三個級別 細火五元 中火十元 大火二十元 究竟有什麼分別 登入我們的Patreon網站 就會解釋給你聽 立即加入 收看我們的Patreon特別內容 節目見 拜拜 拜拜